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不知道大家有听过黄热病吗 那是一种通过蚊子在人类和领长类动物之间传播的病毒引起的疾病 那病症就包括严重发烧、头痛 那么一些患者还会出现黄胆 这也是黄热病这个名称的由来 而严重的话甚至还会导致内出血以及肝功能衰竭 那么近年来在巴西的黄热病病例是越来越多了 如果没有接种疫苗的话 大约会有15%的黄热病患者会死亡 死亡率是远高于新冠肺炎 那尽管巴西政府免费让当地民众接种黄热病的疫苗 但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 疫苗接种率并不理想 这也让科学家转向了另外一个替代方案 那就是给同样会感染黄热病的领长类动物 金狮面猴接种疫苗 以阻止森林当中的猴子爆发黄热病而死亡 而且还把这个病传染给人类 画面中这只浑身金黄色毛发的领长类动物 就是金狮面容 它们主要活跃在大西洋沿岸的热带雨林 由于金狮面容没有对抗病毒的演化机制 因此它们更容易因为感染病毒而死亡 为了更好地保护它们 研究人员拿着几个装着香蕉的笼子 进入了森林 然后把笼子绑在金狮面容经常出没的树枝上 方便捕捉它们 捕捉了一定数量的金狮面容之后 研究人员就会回到实验室 为它们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 测量体重和体温 并为它们注射疫苗 在确保它们没有出现任何疫苗副作用之后 研究人员就会在它们的身上做好标记 然后在它们醒来之前 把它们放回大自然 原本就很脆弱的金狮面容 因为黄热病的传播 加上栖息地被人类破坏 加快了它们灭绝的速度 金狮面容保护组织估计 如果人类再不做些保护措施 金狮面容将在五年之后灭绝 野生动物和人类一样 都是黄热病的受害者 为了避免森林中的猴子 爆发下一次的黄热病疫情 甚至传染给人类 科学家只能加紧脚步 为更多的金狮面容接种疫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